大家好 2020年12月16日第一部视频 13号是南京大屠杀 纪念日 在南京大屠杀 这次公祭仪式上 中共中央由这个叫 政治局委员中处部部长陈希 出席并讲话 他就是最大的官了 其他的中央委员 或者是比较靠前的这些 头痛倒倒都没有参加 这次公祭大会 又是放这个花圈啊 先花圈啊 拉警报啊 汽车停驶啊 搞得甚是宏大 习近平呢 已经三年缺席了 这个好像把这个 南京大屠杀纪念 开始抬得很高 现在呢 一直调子放的比较低 这是由这个参与的领导人的级别 就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在进行这个 纪念大会的时候 公祭大会的时候 发文指出 30万人被残酷的杀害 铁证如山 历史不可灿改 但是 同时 这个陈希还呼吁 中国始终秉持正义 维护和平 坚持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和极端暴力行径 期待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致力推动两国关系 始终沿着和平友好 合作的正确方向发展 公祭大会 你就说公祭大会的事情 就 一个是 对这些死难者 表示沉痛的哀悼 这是一方面 再一个呢 对这种法西斯暴行 要进行谴责 你不要加枪带棒的 又说这个 这种 坚持多边主义 单边主义 靶权 什么强权政治 还要 着眼未来 发展新时期的中日关系 你说这要干什么 加枪带棒 无疑就是 借这个机会 又发声 敲打敲打人家美国 再骂两声 然后同时 就是 一边遣得着日本法西斯主义 一边还有 这个说 我要既往开来 我要和你发展以后的 友好关系 推动两国的这个 关系 始终沿着和平友好 合作的正确方向发展 这就把你这个攻击大会 对日本法西斯 势力的那种谴责的力度 降低了很多 用通俗一档一档的话来讲吧 就是 你这个谴责 透着那么虚伪 透着那么 暖落无力 透着那么 卑躬奴隙吧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 一副见像 真的是一副见像 既 想着 装 又想着呢 又把自己的底牌给露出来了 不敢装得太硬 让人感觉 这个中共做事的这种无原则 为了 只要为了利益 它当然是为了 现在中日关系要搞好一点 不敢撕破脸嘛 因为全球都在脱钩 日本也是积极响应 美国这种转向于脱钩 撤出了非常多的日本企业 对中国经济打击非常的大 同时 这个国籍围堵 日本又是在海上 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是日本 也是美国 对中国进行这种军事小北约的围堵 非常重要的一环 属于第二岛链嘛 这可以看出中共的这种虚伪 懦落与无能 这个 不仅是这个事情 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一个保钓人士 是香港 香港人士 这个保钓呢 就是保卫钓鱼岛 钓鱼岛呢 这个到底是归谁呢 理论上 它应该从法理 从过去 包括二战之后 这个归属 这个归属 它应该是属于中国 应该是属于中国呢 但是从既有事实上来说呢 这个是美国交给日本进行这个托管 日本从那儿一直实施着这个实际控制权 中国呢 对这个包括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直对这个事情呢 没有承认 双方 就是有一些 在关系之中 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这么一个坎 中国或者是台湾 渔民经常到这个钓鱼岛那儿 宣示主权 或者是进行捕鱼 同时也 中共也当做了一个筹码 它不是拿捏住人业的东西来当筹码 而是什么呢 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占之后当做筹码 也是透出一种一股见相 一种见弃 就是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呢 就是 你拿着我的利益 我就不自生了 甚至限制自己人自生 限制自己人主张自己的权益 如果要是想打压人家呢 进行反抗呢 你拿不着人家什么 就是 人家拿你利益 你这时候就开始 豪 哭豪 喊叫 钓鱼岛就是这么一个夜狐 需要的时候呢 就拿出来尿一泡 不需要的时候就藏起来 甚至扣到头上 当钢盔 这个我们说一说 这个宝钓呢 宝钓很多人都过去宣示主权嘛 其中有一位香港人士 是这个 保调的一个 一个领头人 也是一个积极分子 从民族角度来讲 他是一名义士 这个 这个人叫什么呢 叫罗勘旧 又名罗旧 十一年前 因不满港府 禁止保调号出海 而与港府 对部公堂 打去管死了 他把港府给告了 你凭什么不让我出去保调 拜诉后呢 要支付百万余元的诉讼费 还真不少 这是十一年前的事情 拜诉之后 需要支付这个律师费 他没有支付百万 也没有人在问他这个事 法院 我不知道香港法院叫什么 就是类似大陆叫什么 叫执行局 也没有执行这个事情 拜诉了拜诉了 该交钱 说你该交钱 但是你没交 也就吞着了 也没人管 没人问 对啊 他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一个异局 香港政府也不好 就这个事情 追逼的太紧 他容易引起这个 民间对政府 这种立场的一种压力 也没有谈这个事 现在忽然 现在找他要钱了 隔了十一年之后 找他要钱了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 需要拿出这个夜湖来了 要求人家是日本呢 因为国际环境 对中共压力比较大 现在的港府 不是原来的港府啊 现在的港府是 这个不是特别行政区的 港府了 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市 这么一个东西了 他呢 就是随时听中共上面 要喊 随时说什么 他就干什么 完全脱离了这种 港人治港的 这种原来的原则 和原来的地位 成为中共 政治体系下的 一个小城市了 就是一个普通城市 所以在这时候 需要拿出 这个钓鱼岛 这个夜湖来了 就让港府拿出来 港府这时候 也不管民意了 也不管压力了 马上就把这个想起 保调人士 这个谁 罗 这个叫什么 叫罗旧 把这个罗旧 你十一年前有个官司 你不是保调吗 十一年前有一个官司 拜了诉讼费还没交呢 百万算一算 现在要交 现在要交多少 要交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六万 一百七十六万 连本带利 其中利息就有五十多万 你看这就是一种 多么卑劣的一种行径 这时候需要讨好日本 反而把主张自己权 权益的这个人士给抓出来 自己不仅不主张了 你看我为了讨好你 你看了吗 我反对你日本政府的 主张这个事情的人 我治他了 我揍他了 谁再敢这个冲着你 要我扬威 敢主张自己的权益 我就揍他 虽然是我的弟 谁敢要 我就揍他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草性 这就是他这个德行 现在找他要 他哪有钱啊 现在要拍卖他的船 拍卖他的家庭财产 他还陷入了这种 没这么多钱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你想想这种意识 很多时间精力都花在这个 这个方面 这个方面 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来做其他的工作 没有那么多钱 就焊药破产 以后呢 只能过这种 除了基本生活 可以保有基本生活费之外 一切这个正常消费 都被限制的破产人士 现在而且罗旧 年龄已经是71岁了 当年他要求出海被禁止 告香港政府的时候 就已经60岁了 一生热爱社会事务 一生为国 请愿 为国家利益 在民间自己 呼嚎奋斗的这么一个人 领了领了领了得了这么个下场 被当做夜狐 端出来尿了一泡 哼 看到吧 两个事情 能看出中共这个事情 它对待真正的国家利益 对待所谓的民族大义 对待国与国 国际间真正的是与非 这就是它的标准 只要是有利于中共 有利于现在的形势 黑的也当白的 等他缓个气来 哪怕他不占理 他也会白的就当做黑的 没有任何 这个正确的世界观 没有任何善恶标准 一切唯利是图 就是这么一个小人像 真恶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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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